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流铭拉面的克凡来到我们的牛屋专访 欢迎克凡 你好 你好 好的 那我想先请克凡跟我们分享 当初创业的起心动念是来自于哪边呢 主要就是 一直以来都是在餐饮业做厨师 那接连换了几间餐厅做了几份工作 然后最后到来连锁企业做研发的工作 那后来一直就是 自己有个目标 就是最重要的是开一间属于自己的餐厅 对 那所以也是想 不想过得这么平平淡淡这样子 那有一点刺激 所以就毅然居然就是出来床看看 是 主要就是希望说不喜欢待在舒适圈 对对对 希望说想说自己出来挑战看看 会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一个 火花 火花等等的 对 那因为应该是说 你们的品牌名车也蛮特别的 叫做流铭拉面 对 那这个品牌名的这个由来是来自于哪边 流铭它其实是灯泡它亮度的单位 对 所以我们主要 我们的核心里面是希望说 带给客人就是温暖 能够照亮彼此的这种意念这样子 对 是 等于说就希望可以透过这样一个很棒的一个品牌名 然后就可能就是说照亮人的一生 照亮人的那一生那种感觉 对对对 是 那应该是说本身其实在创业初期 其实包含在人事上啊 行销上啊 等等都还蛮不容易 对 对 那一开始有没有遇到什么样一些 比较特殊的一些瓶颈等等 瓶颈 就是说 有些很多事情都是跟当初想的不一样 这样子 对 那 选点的位置啊 然后 还有说在装修上面 因为我们其实不太 对装修不了解 对 所以 我也过程有很多跟设计师的沟通啊 就是很 费了比较多时间的力气啦 对 然后 也是 一直在做 调整 那 才慢慢一度走到老心 对对对对 是 那应该是说以现在目前来说 其实说真的 晋级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拉面 点真的特别崛起 对没错 卡 Tamam' 竞争真的也非常的激烈嘛 对 对对那你可以稍微跟我们分享 你觉得你们最大的一些优势 或者说跟人家可能 例如说口味的不同 哪边 然后应该说可以这样 吸引更多不一样的人 主要是我们 现在大部分的拉面店 都是以鸡白汤 或是豚骨 风味去做变化 那我们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就是用鸭去熬煮的汤头 然后搭配 我们的用餐环境 其实跟大部分的日式拉面店 比较不一样 我们会走比较美式 然后比较惬意 有点像餐酒馆的风格 那空间也比较宽敞 对 让客人用餐会比较舒适一点 对 不会那么拥挤啊 这样子 对 等于说其实空间也够宽 对对对 空间蛮大的 是 然后比较特别是说 其实刚刚有提到 你们其实会比较喜欢 就是营造 有点像家的那种氛围 对 对 就有点像是来到这边 有点像是 哇有那种温暖的感觉 对 回到家 然后吃一份 来一份 暖心的食物这样子 对 是 那你要说 以现在目前来说 其实在景地的这些过程 有没有遇到一些比较令你印象深刻的一些事物 好像是 像是在七月中七月底的时候有那时候还在装修 然后刚好遇到一个台风 那就是我们租的是四层楼但我们只使用了一二楼 然后那天 海风下雨下很大 那我们到店里的时候发现 从 雨水从顶楼 灌到一楼来 整个楼梯就像瀑布一样 那 那当时里面还有很多建材啊木材 那全部都淹到水 那 就赶快 我们当下就是很茫然啊 然后但是还是得赶快把水啊 赶快赶出去 赶快洗干净这样子 对 然后 就是 遇到问题了就赶快就是解决 真的这样子 想办法解决 对 其实大家都蛮像 像家人的伙伴跟自己 对 伙伴很重要 我觉得伙伴很重要 他 就是会跟陪着你也一直支持你 一起努力这样子 觉得这感觉很好 所以伙伴 就是要选择好 是 选择努力更重要 对 没错 没错 那你现在目前 你的店内有没有比较推荐大家的口味的拉面 我们 我蛮推荐的就是我们 盐味的 输鸭汤 那他就是用圆汤 鸭的圆汤去做基本的调味 对 那他最能喝出他鸭的风味 鸭的香味跟他的滑顺感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必点客人推荐的美式肉饼 他就是有像汉堡牌的概念 对 那口感很juicy 对那香气 肉的香气也很够这样子 对 是客人都蛮推荐 是那应该是说目前其实应该也算是有蛮多业主的一些回馈 或者是说有一些客户的回馈也是支持你继续走下去的案例 对那应该说包含在于说你们对像整个公司可能一个规划 短中长期有没有大概一个什么样的想法 目前就是还在开店初期创业初期我们是想先把低间店稳定下来 然后人员配置也训练流畅 之后就可以抽身出来去研发新的品牌新的种类 餐店种类对 所以说就是可能陆续会采发一些新的一些口味 对 或者比较特殊的也让客户觉得说他有更多的选择 对没错 是那如果当然今天是一个年轻人好了 他对于说创业这个历程当中他也是非常的向往 那甚至说他自己出来也想要属于自己的一片天 那你会有什么建议想给这一些年轻人 我觉得如果想做你真的不用等到准备好再去做 因为你需要的就是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对还有心态调整好 然后 因为你会面对到很多种未知的困难 对所以永远准备不完整 对所以就是要一直持续的学习 然后改进 然后解决问题 对 所以说其实人都是不断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那当然其实如果当你遇到瓶颈的时候 你可能会想说到底要什么样的去克服他们 对那其实当然其实很多业主真的就是越错越勇 对没错 就是把危机化为转机 没错 是那我们今天最后的部分就非常高兴邀请到客帆 跟我们分享他在创业一路走来的历程 那我们谢谢克帆来到我们的人物转访 谢谢克帆 谢谢 谢谢